只用现场时间 带你一起来关注国际间的头条消息 这是美国联邦众议院周四的时候 就表决通过2023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法案的授权在未来五年之内 会提供台湾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协助解决 美国对台军售延宕的问题措施 众议院以350票赞成80票反对 通过总额高达8580亿美元的 2023年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 参议院预计在下周也会审议表决 国防授权法案如果表决通过的话 那么法案将会送到白宫 由拜登来签署之后就会生效了 不过针对日前呢 美国国务院才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 大约是4.25亿美元的战机相关零件 还有有关的设备 两大的这个军售案 大陆外交部昨天下午例行记者会上头 也批评美方这是违反一中原则 美国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损害台海和平稳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将采取有利措施 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切实将美国领导人 做出的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落到实处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 停止搞以台制华 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沙国当地时间8号 分别跟沙鲁地阿拉伯的国王 还有王厨来举行会谈 而且两国也同时签署了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 时隔6年再次访问沙特 在这6年期间 我是看到了沙特国家面貌的 焕然一新 经济社会多元化改革取得的 积极进展 我相信在萨拉曼国王和你领导下 沙特人民将继续奋力开拓 符合沙特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并取得更大的成就 近年来呢 中沙关系保持着高水平的发展 始终处于中国同中东国家关系的领先地位 中方一同沙方在实现民族振兴的道路上 携手前进 推动中沙全面战略和国关系 得到更大的发展 沙国也在利亚德王公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 两国就同意了 建立每两年一次的双方领导人会无极致 再来关注的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消息就报道说 这个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的这一封信函居然是促成北京当局加速放宽防疫的关键 报道里头就指出知情人士透露说郭台铭在这封信当中示警严格的管制措施恐怕会危及大陆在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地位 并且要求当局对鸿海工厂的员工限制措施应该要更加透明 内文里头指出说郭台铭大约是在一个月之前就先寄出了这一封信 当时在鸿海的郑州厂是因为防疫措施而陷入动荡 不过对于相关的报道大陆国务院的新闻部是目前没有回应的 而郭台铭办公室也驳斥是绝对没有这件事情 不过就在大陆的防疫措施不再要求清零逐渐松绑之际 各大景点游客也回笼了像是在上海迪士尼 昨天重新开门就吸引了大批游客抢着入园 上海迪士尼万头传动在大陆防疫松绑下8号重新开门 入园无需再查核酸 纪念品的商店大牌长龙报复信买买买 装满战利品的购物栏摆满地板近三年来 上海迪士尼因疫情关关停停 11月仅开了4天就被迫关门 最新公布的财报迪士尼一年亏损约460亿台币 不仅乐园生意难做 前段时间受疫情影响 河南商丘市八千顿原本要运到批发市场的大白菜 无法运出 最近终于与上海四百多家超商合作 以疫情不到四块台币超低价抛售 大陆防疫再进一步松绑 上海从9号开始 餐厅内容不用再验核酸 但全大陆进出医院 老人安养中心人需核酸因性证明 方舱医院也陆续宣布退场 偏偏有人坚持赖在隔离点 现在在大陆出行 已经不用48小时核酸 免了落地筛查 跨省移动更方便 但是选在春运前松绑 今年大陆返乡人潮势必更胜以往 大陆防疫专家以数据分析 以大陆14亿人口计算 最终约有9成的人口 约12.5亿人感染新冠 第一波破口极有可能就出现 在春运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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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